或是降临极热来袭 由于前几天官方安全基地的河营长 跟我借直升飞机要前往千岛湖打探情况 说好的三天后归还 然而四天过去了 却迟迟不见动静 于是我来到了安全基地打听河营长的情况 刚好碰到几个要出去执行任务的士兵 经过询问才知道 原来河营长被盘踞在千岛湖的那帮匪徒给扣起来了 这是什么情况 在天上飞还能被扣起来 那我的直升机岂不是也同样落入那帮人手中 真是岂有此理 莫先生 我来不及跟你解释了 我们得马上前往千岛湖营救我们的营长和其他兄弟 说完 一群人便准备骑着摩托车准备出发 这么热的天 骑着摩托车就算不被晒晕也得中暑 于是我让他们坐上我的车一同前往千岛湖 一路上 不仅有难民拦路 还有匪徒战身为王私自设卡 向过路的难民索要物资 没有物资的难民要么原路返回 要么只能翻山越岭绕过去 然而极热之下 缺乏水源的难民还没爬上山坡就已经被晒没可没了 见到不远处有车开过来 守在这里的十几名匪徒立马兴奋了起来 识相的话 立马交出十包方便免 一桶水 否则你们休想过去 我们还是交过路费吧 我们带了物资 凭什么要给他们 你有物资 那旁边那群没有物资的难民吗 他们怎么办 我只给你们一次机会 立马把这些拦路的东西都撤掉 你们就地解散 否则 我让你们这群人见不到明天的太阳 呵呵 你们就几个人 我们这十几个人 我倒是想看看是谁会见不到明天的太阳 见他们油盐不尽 我也懒得和他们废话 我悄悄地从空间取出装备 直接对准他们突突起来 没一会儿的功夫 就将他们解决掉 随后我们继续往千岛湖方向前进 不到200公里的路程 总共遇到十几只匪徒设下的卡点 都被我们一一清理了 很快 我们就来到了距离千岛湖只有三公里的位置 我们找了个隐蔽的位置修整一下 天黑后 其中两人前去目的地观察情况 第二天早上才返回 那帮匪徒控制了整个千岛湖当基地 人数至少500人 其中有几十名囚犯手里有枪 班长 这可怎么办啊 我们这才十来个人 根本赢不了对方的 就在他们还在商讨要怎么办的时候 我悄悄地从空间取出坦克 不动声色地说道 怕什么 有这玩意儿还怕干不赢他们吗 见状 一群人吓了一跳 怎么就平白无故地出现一辆坦克 我并不想解释 直接带上他们 朝着匪徒基地前进 把你们基地头目都叫出来 晚了的话 就别怪我的坦克不长眼 听吧 守门的人员飞奔回去 没一会儿就带着一群头目跑到基地门口 这些基地头目看到这阵争 也是瞬间没了脾气 你们这群人胆子可真肥 连官方的人都敢扣押 给我听好了 把你们扣押的人全都给我放了 另外 那辆直升机是我的 给我完好的送过来 很快 何营长等人就被放了出来 我的直升机也完好无损 手下将这两天发生的事情 一五一十地告诉何营长 听后 可营长对凭空出现的坦克也感到震惊 莫兄弟 这次真是太感谢你们 等回到安全基地后 我会好好招待你一番的 另外 你们把这些人的装备都收了 将他们关起来 不能再让他们害人了 等他们人都走后 我将坦克收进了空间 随后开着直升飞机往明院小区方向飞去 两个小时后 我飞到了明院小区上空 直升机的轰鸣声 引起了很多小区难民的注意 纷纷跑出来看 然而我却发现了一个问题 我放在十栋楼天台上的水塔 竟然不见踪影了 我又在小区上盘旋了一圈 地面上的那些围观人群中 也没见到老孙那帮邻居 看样子是出什么事了 我将飞机停在了楼顶 随后将飞机收进了空间 就在我往楼下走时 却发现令人震惊的一幕